我觉得对这些添加物 事实上我们在法令里面 也是有规范的 只是说规范 它是在合法的这些 也就是说只要在那个 合格的这个范围之内 理论上是可以吃的 但是还是大家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吃多了还是不好吧 我们是不是还要怎么样 自己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我觉得对啊 就是要讲就是 其实如果你看那个 卫生署的法规里面说 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 跟限量标准 它里面有针对 食品添加物的那个类别列出来 我这边找到的资料 里面总共大概有 大概有17类以上吧 那各式各样的防腐剂 香料 杀菌剂 抗氧化剂 漂白剂 宝色剂 这些东西 对 那现在就变成说 你的生活里面 如果要完全隔绝这样的东西 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的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那个古早的时代 对 就像你以前可能 以前的人吃的东西 都是自己种的 自己家种的米 自己家种的菜 或是猪是自己家养的 鸡是自己家后院的 鸡蛋就是每天鸡下蛋 你就可以吃 但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办法 再去 所有的人 大概都不太可能有机会 可以回去过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我们生活在的环境里面 就是一个 你可能会碰到 食品添加物的年代 对 那也不是表示说 这些东西都一定会有问题 或者是说 一定不好 对 那当然我觉得 如果避免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少吃 对 就是可能多吃一点天然的食物 少吃加工食品 对 因为你看这些出问题的 它可能比如说饼干 可能你买回来 它的保存期限还蛮长的 你可以留在家里慢慢吃 对 结果留太久了 对 还以为丢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就没事了 对对对 其实还蛮多人都这个样子 真的哦 所以坦白讲真的 你吃进嘴巴里每一口东西 是自己的选择 对 真的 就是你的方便 有的时候你是付出代价 只要业者是标示清楚 或者你在购买的时候 看仔细了怎么样的保存 照理说啦 在合格范围内 我们是可以保证自己的健康的 但是还是自己的选择 看你要吃到那个量是多少 对